孩子要饿了死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我又来啦 如果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小伙伴 哈喽你们好 我叫Amy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 是一个兼职up主 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就是 夏季服事开箱 这是我这个夏天收到的一些衣服 然后准备一次性 开给你们看 那今天开箱的这些服饰呢 也都是比较平价的产品 所以如果是学生 或者是刚入职的百里 也不会觉得有压力哦 那废话不多说 感兴趣的话我们就看下去吧 视频开头声明一下 这里面提到的所有品牌 我都没有收取任何的赞助费用 所有的review都是最真实的 发自内心的 所以小伙伴们可以放心实用 如果我要到了任何的折扣码 我也会写在下面的信息栏 或者是标在我的视频里面 今天这支视频呢 主要是开箱 以及一个上升的试穿 但是最终的搭配呢 我还会出另外一期视频 所以如果想看更详细搭配的小伙伴呢 那就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哦 首先要拆的这一包呢 是从香港的Alicia品牌寄过来的 他们家衣服的风格 就比较适合亚洲女生的离型身材 就是非常有那种小女人味的感觉 那其实如果你逛他们的网站 会发现他们有非常多 business casual的小裙子 当你步入大学之后 虽然你还是学生 但是经常会参加一些 比如说networking啊 或者是半正式的一些社团活动 你就需要一件这样子 稍微有一点正式感 仪式感的小裙子 那我觉得你在这一家的网站上 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 说一下我的身高是164厘米 最近的体重大概是在53.5到54公斤之间漂浮 第一件拆出来的 他们每件衣服好像都有这么一个拉链带 是断面材质的这一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是一件平肩或者是这样子 可以拉上来的连体裤 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腰部的设计 都是相对往上一点的 离型身材的女生 少男生就会比较瘦嘛 所以它经常会有个叉腰的设计 就会让你显得 腰部曲线很美丽 下面是这样子有一点层次感的 里面是一条裤子 后面是有这种拉链的 我觉得他们前面这个交叉设计很巧妙 这样子像上的一个稍微弧度的V型呢 就会显得你腰线高一些 然后显得腿更长一点 右口这个地方也是做了一个小灯笼袖的 这衣服的质量感觉非常的好 衣服也是有两层这样子的 去约会的话会非常的浪漫 比如说去一个小餐馆什么的 有点情调的那一种 应该非常漂亮 下一件 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一个胸前有白色纱的那种裙子 我一直非常想尝试这种裙子 哦 这件的感觉是比较有分量的 哇 太好看了吧 是这样子的 透明的纱的 有点像衬衫这种 而且你看他们这个细节 这个扣子 看得到吗 太好看了吧 它的胸前呢 是有这样子一个 类似蝴蝶结的这么一个设计 平肩的这种 天哪真的好浪漫的感觉 它的裙子的弧度呢 在腰部稍微收了一点点 掐了一点点的 但是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顺的一个剪裁 衣服的厚度呢 是比较有分量的 所以如果你夏天是在空调房里面待的话呢 这个厚度也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冷 我看网上他们穿 有的女生是把这个蝴蝶结放到前面穿 然后有的女生是把蝴蝶结放到后面穿的 就是有两穿的这种方式 拆的我好开心 下一件 木霾蓝灰蓝色的裙子 真的他们家衣服质量都太好了吧 就是每一件你会觉得他们的那些细节设计 以及他们的收尾工作做的都非常的好 它这个布料里面是有一层白布 然后外面是这种透的编织的感觉 这种设计就会比平布料显得更加的有细节感 虽然你们这样看觉得它很普通对不对 但我当时看中它就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它剪裁太漂亮了 你知道离形身材女生就真的很注重于那个腰线怎么样设计 它这个地方腰线的设计就是刚刚好在这个地方收一个腰 并且它这个腰线也是往上画一些些的 就会显得你腿更长 然后下面是个非常自然的散裙 也不会很蓬那种 因为有时候你很蓬的话就会显得有一点小孩子气 比如说大学的时候有那种Networking社交活动 你要去认识一些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 跟他们沟通一些找工作经验之类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穿这个 甚至你实习啊上班啊这件也非常的得体 是很顺的那种 很顺 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剪裁真的是做得很棒 就让你觉得是有用心在做这些东西 好最后一件Alicia的衣服呢 是一条黑色的裙子 每一个女生都需要一件 小黑裙 来看看这一件 我记得这一件的剪裁是比较特别的那种 你看到吗 是这样子的 它的胸前是这种荷叶边的交叉 然后它的厉害的点呢在于 它在右边的手臂这里又多做了一条荷叶边 就是你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个再更落肩的感觉 一个非常棒的小巧思 然后它是不对称的这种设计 就会显得整个那么无聊 这一件我就觉得是那种小酒会啊 你会很适合穿 比较正式的活动都很适合穿 就你不会too much 但是又是得体的 显得你有在看中这一个活动 这个衣服也是稍微有一些厚度的 质量真的太好了 天呐 里面呢它为了固定形状哦 这前面还是有带一些固定型的硬性的那种条条 底下的裙摆处也是有一个这样交叉设计的 这种设计呢就会显得你的腿更加长 天呐拆第一家的衣服 我就已经如此开心满意了 我现在非常期待拆下面的 下一盒我要拆的呢是 GIN GIN呢是一个基于美国洛杉矶的品牌 那它们品牌的一个风格呢 就是展现女性的这种前卫现代独立的感觉 并且布施自己的小浪漫 就从它们的服饰你就可以看出 OK这个女生 她不甘于平庸 她自己的衣服都是非常有自己的小亮点 会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女生 但是其中都带有她女人的想浪漫那种感觉 看下去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好好激动啊 她们在盒子上面给我贴了两个 纽扣吗 给你们看一眼 这是什么东西啊 Thank you cord 然后呢 哦她们的包装好可爱哦 后面是这种印花的 全都是平白名字的印花 静静静静静静静 这带子也太可爱了吧 首先是这一种半透明沙质的小衬衫 OMG这些衣服也太美了吧 它是那种有一点乳黄色的感觉 比较透敷的 那你穿的时候里面可以穿一个这种内搭少背心 或者是就是小可爱 大家知道什么是小可爱吗 就是比如说蕾丝那种吊带的那种 若隐若现 是有这种娃娃领的 娃娃领下面还有一个小蕾丝 这件衣服虽然它有这种荷叶蕾丝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太小女生 就你不会觉得它是个小屁孩 你懂我的意思吗 它还是有一点女人味的感觉的 哦它的袖口这个地方 它是一种非常大的袖口 然后袖口的边呢 也有这种蕾丝的小巧思 它不是这种软软啪啪 它是有一定硬挺度的 所以就是它会保持一个很漂亮的心 这个搭一个小裙子 应该就是非常的好看了 下一件呢 是一件跟我身上这个衣服非常像的颜色的服装 有一点牛仔布的感觉 但是非常薄的那种牛仔布 适合夏天不会热 非常柔软 它里面是没有内衬的 所以透气性会比较好一些 我非常吸引是它这个袖子的设计 See I told you they have something different 那一般大家做皱褶 做的好像不是里面 但它这样子连在这个地方做里面的皱褶 就非常特别 然后呢 袖子的长度应该也是到大臂靠近九关节的部分 如果你手上有肉肉的话 这一件也可以帮你非常好的遮住 胸前呢 还有一个小袋子 你可以系一个蝴蝶结啊 或者是小领袋结 都会非常可爱 天呐 今天太柔软了吧 好柔软哦 扣子是这种按筋设计的 不要看它这个地方腰A好 就怎么做的平平的 后面是有一个松紧带收腰的 所以如果你的腰稍微粗一点点的话 它也是可以撑开一些的 就不用担心 这件夏天穿真的会非常的青春耶 穿牛仔布的裙子野餐也会很漂亮吧 拆除一波小高潮 下一件呢 又是一条裙子 夏天我就喜欢穿小裙子 因为觉得很方便 然后很凉快 嗯 衬衫感的裙子 是这种透明肩带 加一个洛肩衬衫款的设计 这件稍微是有一点皱褶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不会是非常平顺的那种布料 稍微收腰一个皱褶设计 除此之外 里面还搭一条黑色的细皮带 给你来做一个收腰的点缀 它不是有金属扣的那一种 是你可以把皮带穿出来 然后打一个结的那样 那这样子的皮带 就会看起来比较随性前卫一些 一般都是同一个颜色的布料 那这种纱呢就会给人一种 稍微带一点 色色 煎气挑挑的那种感觉 嫌味之中带一点小浪漫 他们家的最后一个产品呢 是一双凉鞋 好我现在知道刚刚那东西是什么了 是底下这个鞋跟 它鞋跟的这个东西 给我多配了一个非常好 我怎么有这种凉鞋耶 明明是我自己选的 我在这里惊喜个什么劲 它是这一种细绑带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鞋带过去 这里还有几条带这样 最特别的呢是这个鞋跟的设计 鞋跟也太美了吧 天呐 五厘米六厘米的样子 所以应该不会特别累 舒适性我没有期待很高 一般穿这种鞋 不会想要舒适 而是想要美丽的对不对 就你们都懂的啊 女生 然后它前面这个地方呢 是这种小方头的 这双鞋啊 配任何一条小裙子 都会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跟你讲 我按它这个底哦 它这里是有一点弹性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去那些不提名字了哦 它们底下就会是硬硬的一片板 就是完全完全没有任何的cushion 那这个呢 它里面是有做一点点那种软垫的 我觉得有心地呢 是这样子的 没有特别大的纹路 但再一次女生也知道 这种鞋不是让你拿去登山的 ok 像你去美美的摆拍 或者是怎样去吃个饭之类的 你不要跑去田野里面 就是穿这双在泥土里面瞎走 下一个品牌呢 它叫做simple retro 它的base也是在美国 听名字就知道 它们的服饰风格呢 是天象于小复古的那一种 它们的每件单品给人的感觉 都是那种田园浪漫优雅的 稍微带点复古风的小女人 非常的经典的感觉 小女人 优雅 经典 嗯 感觉在说我自己 哈哈哈哈 臭不要脸的 在他们家我一共选了酸切产品 第一件 最近大家包装都做得很用心耶 非常美丽的蕾丝衬衫 它的蕾丝有细致到我耶 离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袖子上的蕾丝 天呐 整体呢来说就是一件衬衫的样式 但是它的前面领口呢是这种方领的 袖口呢也是做了一个小灯笼的这种设计 扣着的样式呢是做这种仿珍珠金边的感觉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不是珍珠那种 虽然全部都是蕾丝哦 但是它没有过多的那一种太大的荷叶边 太繁杂的那种设计 所以的确就真的是simple retro simple retro的感觉 一个稍微小小的收腰啊 下一位是这种 妈呀 冰冰凉凉的 所谓这种冰丝的裙子 首先呢它里面是有一层衬布的 所以不用担心走光 两种不同的支线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漏洞漏空的 材质呢比较薄 30多度的话可能会比较热 但是因为多伦多的话昼夜温差比较大 很少是那种30多度一整天的 所以这条裙子也是蛮实用的 看一下这个地方 虽然感觉是线 但其实是透敷的 不会觉得特别的憋闷 腿下面呢它是有个开叉的方便你走路 里面的衬裙呢大概是就是短裙的那么一个长度 我觉得今年紫色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颜色吧 这个紫色做的也非常正 然后可以看到它不会显得你皮肤很黄 这条裙子这颜色太好看了 下一件我记得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白色连衣裙 天早啊这种复古今年的小设计 太美了吧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自己戴着草帽 然后在充满阳光的地方 阳光从草帽的间隙 那个阴影射到你的脸上的那种感觉 你懂我吗 看看它是一个这种V领的设计 然后也是V的领子 这扣子选的也非常好 是这种方的然后里面有一点小贝壳的感觉 这个裙子美丽的亮点在于 它腰间的这个收腰哦 它是镂空的 你懂我吗 小心丝小巧丝的感觉 它的裙板也是有两条的这种蕾丝镂空设计的 长度呢大概是小腿中间吧 背后啊也是有这个一个方形的蕾丝边的 它的布料哦做的都是非常透的这种 就是夏天你不会觉得热 然后里面也是做了双层衬裙的 这件裙子应该会显得腰线非常美丽 就是真的是优雅美丽 如果不是今年形式不好 我一定穿它出去读 到了我们最后一箱的时间啦 ZARA ZARA呢我应该是选了五样单品的 买过ZARA的同学都应该知道 他们就是包装不会那么的精细啦 所有的单品都是折在里面给你的 第一件呢打开 我是选了一件西装外套 多伦多温差比较大 所以有的时候晚上呢 也会到达20度以下的这么一个气温 那还是需要披外套的 其实就算你的城市很炎热 一般空调房的话 你直接穿短袖吊带进去 也是会有一点容易着凉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小外套还是比较必要的 那这次选的是一件这一种 纯白色的西装 翻袖设计的 就是不会特别的正式 这个半长款的吧 比较随性休闲的那种 布料不是很厚感觉是适合春夏的 比如说刚刚任何一条连衣裙小裙子 搭这个都非常的合适 夏天嘛 白色就是比较清新一点 下一个单品呢 西瓜红的这个上衣 小公主 哦 这个呢就真的是夏日亮点 比如说你穿了白色的裙子 白色的长裤之类的 然后再搭一件这个单品 这个地方做的呢 也是今年最流行的这一种 法式方领的设计 然后在前胸的地方呢 是做了一个这种皱褶的 ZARA总是走在流行的前端啦 快时尚嘛 对不对 后面呢 是另外一种花纹的 就是让你比较好的一个 背部收紧的这种设计 下面就是有一个小裙摆的 会帮你非常好的提高腰线的一个设计啦 大大的泡泡袖 中袖吧 哇真的 你这样搭在我身上的感觉 整个人都亮了 果汁系女孩 我大概是中了白裙子的毒 我又犯病了 就是 每次一不小心选 就是选到很多箱子的款 这一件呢 也是一条白裙子 它也是这种 镂空设计的 哈哈哈 对不起 因为它真的也很好看 太好看了 它这个呢就是全部的 竖条的这一种设计 相对于刚刚的那一件 Simple Retro来讲的呢 它就会更加的现代一点 因为它没有特别多的什么 荷叶岭啊 什么金扣子啊 没有 这一件相比起来 就会比较适合办公室 或者是稍微盛世一点的场合 袖子也是完全漏空的呦 就是说会透浮的那种 然后有个绑带收腰 绑带收腰 是我一定需要的一个 这一个呢 又是一个泡泡袖方令 纯大花的这一种包身的短裙 那这一件的感觉呢 就会比较女人成熟 这种花纹还蛮复古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 比如说你一头黑发 然后你穿这个擦一个红唇 就是会非常大女人的味道 很性感 因为它是完全包囤的这一种 那这种衣服呢 可能就是要身材有点曲线的女生穿才好看 然后我觉得你的胸不要太大吧 太大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情色感 最后一件了 耶 最后一件呢 它也是这样的一件白裙子 然后是一个超级无敌大开口 哇 这V也开太低了吧 这一件可能就是 如果你想要在办公室穿的话 里面一定要穿一个小背心怎样的 不然就有点太漏了 但如果你是去度假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这样穿 你就上面穿你的比基尼 套这个透透会透出你比基尼的颜色 然后它是一个泡泡袖的设计 腰部呢 后面也是有做收腰的 整个剪裁这样看来是蛮好看的 这种花瓣是有布料是包进去的 然后露了一个这样 灯笼花瓣出来 蛮好看的 哇 我这个夏天生多了好多小裙子 不知道这次开箱你们看的还爽吗 我自己开的是蛮爽的 在此如果想看我刚刚那些单品的 认真搭配视频的话呢 请你们耐心等待我的下一支视频吧 最后如果你们对刚刚提到的那些服装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们在资讯栏里面查看链接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以及关注我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下次再见 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拜拜